好 禮拜二 那邊在修騙典 敷在修 一二三十 第三堂第一小時 好第一堂第二小時 上完課 你們看影片的今天的禮拜四 那個GoPro9 上行 生命是 地瓜 1.51分 這個沒開機 沒開機 這個很比較麻煩 好結果 那個 再鋪那個 結果這個直排輪場在鋪設 所以大家也沒辦法在這邊 大家也沒辦法在這裡 1.2.3.4 好2.24分 這一台是Oliver的 那我現在幫他解鎖 叫1公里 他沒有解鎖之前 速限是12公里 第一堂第一小時 扣輪 很好很好 對 一個是第三堂 第一小時 一個是第一堂第一小時 一起上課 不錯 兩個都是肌肉型 好 第一堂第二小時 好 不錯 好 慢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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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先下課 因為他要比較早上課 他要自己滑回去 好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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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 better off When I look at what I've done Now that we're apart When I look at what I've won I've come so far I know I'm so much better off Baby you don't belong I know I'm so much better off Now baby you don't belong 好上完課了 這真的是有點特技 掰掰 一台再兩台 好晚安 7點12分禮拜二晚上 你們看影片的今天是禮拜四 那個GoPro9上市 那這個時間呢 我應該在那個 他們的發表會的現場 在人愛路那邊 今天主要是交了兩個讀輪 對早上有面交一個叫Penny 住我們板橋這裡 他的面交那個OM4 那都是在網路上留言 有時候早上都會問安 今天第一次碰面 他有聊到說他是住在板橋這邊 然後現在在從事那種類似在地文化 好像在10月份吧 有一個什麼活動 著重在板橋地區的人文發展 然後我就在跟他講說 以前我住在這裡的時候啊 我們這附近全部是草 就河邊那邊都是還沒有開發 那現在河邊那邊都建房子 而且一坪動輒就五六十萬起票 真的三年前那時候我飛空拍機 那時候MARVID PRO 我第一台MARVID DJI的空拍機 那時候飛到河岸邊都是空地 沒有房子 對 當時那邊都還沒開始建房子 只是在規劃而已 你看幾年過去那邊都房子 然後更早的時候 我以前住家來住這邊的時候 華雅橋下來全部是未開發的 那時候華雅橋下來有一家游泳池 叫做華江游泳池 現在都沒有了 現在那個地方變成教練場 那將來那邊我再拆啊 應該也都會蓋房子蓋起來 所以有時候想一想啊 你看我們從以前到現在 做了很多的投資股票基金什麼的 弄到後來我發現 只有房子沒賠錢 其他都賠錢 例如會有些人說啊 房子以後房價應該會下修 可是你看幾年過去房價有修嗎 當然那個比較特殊的 偏遠地區就不講 我是說比較交通比較便利的地區 房價幾乎沒有修 不過買房子是要看時間點 現在這個時間點是在很高啦 現在真的不太適合買 但是你說不適合買房價會掉嗎 好像也不太會掉 那因為我年輕的時候買房子 跟現在價格差很多 差很多 以前我們這裡買幾百萬 現在都是上千萬 那你說以前亂投資有的沒有賠掉了錢 光房價上漲的那幅度就超過 還有就是你上班賺的錢 真的來不及那個房價增加的速度 所以真的是很多人是因為有房子 像有些人年輕的時候有些錢買 有些甚至不是買一間買很多間的 現在都很輕鬆 有時候想一想 那時候年輕不懂事 不然當時 當時真的是有機會是能夠買賣房子 不過時間過了就過了 那你說現在適不適合買房 我覺得現在是不適合 現在都很高 現在慢慢從台北往外拓展到 桃園的什麼清浦 我最近有幾個朋友到清浦那邊去買房子 我現在還知道清浦那邊聽說也要 好像一瓶也要三十萬三四十萬 很難想像 但桃園那邊一瓶會到三四十萬去的 對啊 所以真的 有時候買房子也是積運積運的 時間點對 你說那邊他們三四十萬為什麼敢買 可能也很多台北 台北近郊住不住不起 或者覺得說那邊的CP值比較高 慢慢都往那邊挪了 因為現在的交通越來越方便 所以你居住的那個範圍可以遠離市中心 越來越遠 對啊 那以我來講啊 像我要不是因為 小孩現在上學的關係 其實 以我的工作性質 我住到哪裡都可以 你叫我住到阿里山頂 只要宅配有通的也是可以 對啊 下午交了兩個讀輪 有一個是Oliver 他第三堂 Oliver其實真的蠻優秀的 後來因為跟他聊天了 我慢慢知道 原來他從以前到現在都愛玩這些東西 直排輪滑雪潛水衝浪 反正這些都很愛 所以他在學讀輪的時候就快了 那另外今天有一個是第一堂課的 住在淡水的郭先生 我剛剛有看到那個影片 很多都是第一堂剛開始 其實讀輪最難最難就是在第一堂的第一個小時 那個小時最辛苦 因為那個腳要扣住那個輪子 但是你會說為什麼我一定要他們學那個 因為你那個學的會 你在滑的時候萬一你要下車要上車 你才知道怎麼下車跟上車 所以那是基本功 那第二個小時我就要扶著欄杆滑 欸他就敢偷偷放手 對啊 我就跟他講說 你待會就可能會偷偷會放手 果然他待會就偷偷放手 那就可以滑一段 所以我現在教了幾個 後面這幾位啊 我發現他們的放手的時間都越來越快 那連第一堂就可以放手滑 那第二堂就輕鬆了 第二堂就一樣是扶著放手 扶著滑個幾圈之後就可以放手滑了 那我的功能就是在旁邊看著他們 讓他們不要受傷 然後有問題就是從旁邊 大家點一下 他就會調整一些知識會學得比較快 總之我覺得教學這種東西會 你多教幾個人之後 你就會發現大家的問題點都是在那裡而已 那只要那問題點解開 就學很快 滿有趣的 然後剛剛回來的時候因為 出門的時候是那Oliver來載我 我就三台獨輪 因為我那時候想說雖然有一台是他的 可是我不太想讓他用自己的車子摔 因為我覺得他還有可能會摔第三堂 但我覺得他還有可能會摔車 就是摔車子不是人摔 所以我說還是用我的去練 因為還有郭先生 所以他們兩個一人一台 那我自己還要一台 所以我等於要三台 我出門的時候是他載我 可是回來的時候我就是一個人拎兩個輪子 那我剛剛就在想說 欸我單腳可以滑 所以搞不好我的極限是可以 滑兩輪拎兩輪 就四輪 對 可是我剛剛試了一下在室內沒問題 可是出去就不知道了 那還有可能會有點危險 那後來有些朋友就建議說 你要不要用手推車 欸忽然想到露營不是有種露營推車嗎 你們有在露營的朋友不是有那種露營推車 好像載重還蠻高的對不對 然後好像也蠻好拖的 我就在想欸我應該買個露營推車 這樣我要載個三台五台應該都不是問題 喔對不對 欸好注意 今天差不多是這樣 然後禮拜四你們看影片的今天 GoPro我就上了 所以你們如果早上看到影片 喔因為GoPro是在晚上 晚上發表的 你們早上看到影片呢 如果你們要訂GoPro的HEO9 GoProHEO9的話 我可以到粉絲團留言跟我說 喔因為第一批其實會搶貨啦 會搶貨 目前是預訂的五台 預訂的五台 但是我覺得有可能會不夠 所以如果你們有要的話 早點跟我說 然後那價格跟GoPro的8呢 其實貴一點點而已 貴一點點而已 貴一點點而已 所以我覺得可以買啦 另外GoPro8 同樣在17號那天也會降價 17號應該可以降 降到單機會降到一萬 我這樣一萬四千五 GoPro8 然後它有組合 組合好像一萬五千多 詳細的資源就到粉絲團來看 然後晚上 我如果可以的話 也許會直播 不一定啦 因為現場的網路訊號 不知道怎麼樣 還有就是 我如果直播會用Max 我不知道在那個環境 清不清楚 都不曉得 沒關係 你們在follow我的粉絲團 好吧 今天就這樣 拜拜 好 買到了 我可以這樣拖著 很方便啊